彪三是一款很不錯的導彈 全名叫做標準三號導彈 它對於防空效果不錯 因為它可以攔截彈道飛彈 然後可以攔截一般的導彈 包括行李飛彈 這個在過去在波斯灣戰爭也好 對伊拉克的戰爭也好 這一款導彈表現都很好 但是看對手吧 因為這個導彈來應付俄羅斯 可能勉強及格 但是想要在西太平洋 給日本拿來應付北韓也可以 但是如果要拿給日本跟菲律賓 應付中國大陸 那就可能南上加南 第一個這款導彈 它沒有辦法攔截高超音速的導彈 它這個導彈所配備的雷達 也無法追蹤高超音速導彈的 攻擊 所以這個要看誰 很厲害的東西 有時候在更厲害的東西前面 就會變成肉包子 打狗有去無回 所以它如果是一位美國海軍部長 認為這個導彈 可以部署在菲律賓 然後應付中國大陸的艦艇 或者陸基的導彈的話 想太多了 那如果要給日本說 想要封守宮古海峽 我想是下一輩子再來吧 有沒有更厲害的 光是飆山真的不行 你看誰 因為飆山的發射基地 不要講說中國大陸解放軍 什麼東風幾號 光俄羅斯的匕首導彈 就可以把它打掛了 因為匕首是一種極音速的導彈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這個 靠得住的防空導彈能夠攔截它 我在想是跟提風系統有關嗎 跟菲律賓有關嗎 提風系統沒有辦法發射這個飆山 提風系統發射的是 戰斧巡逆導彈跟飆六 飆六是短程導彈 射程大概不會超過三百公里 有人說兩百五 有人說三百 有人說三百 好吧 就算三百五吧 不過是從宇宋島打到屏東而已 那這個巡逆飛彈 雖然很厲害 它可以射成一百一千五百公里 可是問題來 它次因素導彈 這種次因素導彈 當然以前打伊拉克 或者打其他國家 他們沒有能力攔截 可是你放在解放軍的東部戰區眼前 是不是拿一個過時的玩具 這個是可能值得商榷 當然我沒有看過說 解放軍攔截宏旗九號 或什麼攔截這款導彈 因為一直沒有戰爭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今天還是不要啦 作為一個軍事迷的話 我是很樂意看到 最好 我今天很想笑 最好你把它部署到烏克蘭去 看到你能不能打得中 這個俄羅斯的匕首導彈 就知道了 我們經常談到菲律賓 美國在談黃海 黃岩島或南海 他們把一個觀念給混錯了 一個島礁的主權的爭論 跟海域的大小的爭論 是兩碼之四 那他們動作講說 哎呀 南海仲裁案 南海仲裁案 海洋法沒有權力 決定領土是誰的 只有說你這個島礁 你可以擁有的海洋的權力 有多寬 你有領海可以有多寬 你經濟海域可以有多寬 他吵的是這個東西 那我們說是不客氣一點 南海那邊經濟海域不值錢 現在根本沒有開發的價值 你看有誰在開發嗎 沒有啊 空空的啊 為什麼 太深了 弄的是不合成本 中國大陸不是弄了好幾個 挖油船的挖那麼的 回去報告都不能看了 為什麼 挖不到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 就是你挖到你成本 也不划算 對 所以它真的基本上 是島礁的主權 那菲律賓的理論是說 它島礁就在我的經濟 海域裡面就是我的 只有島決定海的權力 從來沒有說海決定島的權力 問得大力就知道 這是國際公法的規定 那有趣的是 菲律賓它的領土主權的範圍 是什麼時候確定 它是來自於美國的殖民地的概念 那美國的殖民地 是美國是買來的 花兩千萬美金 跟西班牙買來的 那西班牙當時賣掉這個 菲律賓群島的時候 有畫了一個領土的一個圖 有一條線 那個緯度線 剛好就在黃岩島的東邊 那就是沒有黃岩島 黃岩島根本就不是 菲律賓的領土 不干你的事 反而很多的證據說 這個是中國的島礁 那現在菲律賓就想要搶 這個黃岩島 那為什麼要搶這個黃岩島 干擾這個黃岩島 因為如果黃岩島被武裝化 填海照路 白島彈 把火炮上去 我就是在你 蘇比克灣就拜拜了 對 我就在你隔壁 把你看個清楚 對啊 就在你的浴室後面 為什麼 因為黃岩島距離蘇比克灣 是一百公里 什麼武器不能打一百公里 這太簡單的事情 那這個蘇比克灣經常是 美國航空母艦 有需要停靠的地點 對 以前就是美國的海軍基地 那蘇比克灣再往前面 二十五公里 又是馬尼拉市區 所以在那邊擺著 你當然是睡不安整 所以菲律賓就想要動不動 想要搶黃岩島 它的原因也在這裡 那中國怎麼可能讓 他現在還沒有把他武裝化 那如果把他 如果逼他武裝化的話 那到底誰吃龜還不一定 可是小馬可是有他的小心思 他覺得拿這個來跟中國吵 美國會給糖吃 包括給他自己吃 給菲律賓吃 有沒有我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 他現在在服從美國的指示 對 可是好像找錯人了 對 那目前對菲律賓 來說有什麼好處嗎 有啊 他第一個破壞南海行為準則 然後美國人就要給他吃喝拉傻 而且菲律賓 這個小馬可是在美國 有一百多億美金的財產 還在封存狀態 然後這個他一直希望 美國能夠解封給他 一百多億耶 為什麼不拚命啊 當個總統也沒有一百多億好不好 拚命啊 拿著總統直選來幹這個事 而且他在美國是通緝犯 所以他也要求美國 把這個通緝給撤銷 所以他的距離 當然更重要一點 他想要修改菲律賓的憲法 競選連任 因為菲律賓的總統只能當一屆 他修改可以競選連任 那要修憲法就要有體材啊 那體材就是搞民族主義啊 中國人欺負我們菲律賓人 五個跟他拚了 小馬可是可以跟他拚 他玩這個遊戲 但是他不用大拚 他每天就花點小錢 找一些遺傳跟你弄一弄 你今天衝一下黃岩島 你明天衝一下人海交 他的戰略是這樣子的 所以事情也不會擴大 但是就是要讓中國大陸在這邊手忙攪亂 他的目的在這裡 然後把拿台行為準則擱著 拿台行為準則一擱著的話 對美國就最大力 美國就要報答他 要支持他修憲可以連任 因為美國算得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小馬可是任期到了 下來接的 應該是杜特地的家人 對 那又要開始反美了 所以他乾脆就是閉著眼睛 支持小馬可是修憲 以小馬可是弄弄黃岩島 弄了那一招 他現在民調支持度六十五趴 變那麼高 對啊 因為這個以前杜特地 這個消滅犯罪 搞經濟辛苦了滿頭汗 也不夠六十百分 所以他現在比杜特地更厲害 就玩另外黃岩島 跟你那一招 老闆現在很容易騙的 但是其他的國家的建設 經濟力都會不用管 所以他整天跟你製造新聞 都搞這個 所以讓我們節目 不斷地討論這個題材 我們明天就在這裡 這個菲律賓有鎧 當然很多國家也有鎧礦 菲律賓鎧礦其實量也不少 但重點不是在於 你有沒有鎧礦 或者你會不會開採 而是在於你會不會提煉 對 中國大陸在鎧礦提煉上 有一大堆專利技術 因為他們很早就判定 電動車要用的鎧要很多 是 鋰電池 但是美國人覺得說 我來鼓勵菲律賓可以取代 在中國大陸的鎧的生產線 我覺得會不會有點期待過高 第一個 你日本做鎧的技術不高 當然金屬加工材料工業 方面很強 可是在做鎧的技術不高 那南韓就不用講了 因為這種材料工業 它是一環扣一環的 你要懂得提煉的設備 怎麼設計 你要懂得提煉的過程 怎麼控制 這是很複雜 中國大陸也不是一開始 就很順利 它也是摸著石頭過 敲敲打打 雞弄霸弄 弄得快死人的出來 你菲律賓的 應該這麼講 我們有對菲律賓歧視的意思 菲律賓的理工人才 真的不行 以為有錢 以為美國爸爸給錢就可以嗎 沒那麼容易 理工人才的培養 是一個制度性的培養 中國大陸一年 有那麼多的理工人才出來 他今天才沒有那種困境 然後你菲律賓有嗎 有這種數量的可以供應嗎 理工人才也會老 老了退休 新人要補上去 師父帶徒弟 這個 這可不是像在選 菲律賓的中醫員 只要家裡有錢就可以 或者是像小馬可士 他到處念書 注意到小馬可士 沒有從這個學校畢業 他的學歷最高只到高中 他去唸過很多名校 從來沒有畢業過 因為花花公子嘛 整天泡妞喝酒夜店 他怎麼逼得了願 是真的 他有錢 他老爸有錢給他唸什麼 英國最好的美國最好的大學 但是真的沒有一個畢業 那你理工科的 有沒有那種大學畢業的 可以用嗎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美國當然有這樣的想法 日本也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原水救不了 盡火 慢慢熬吧 台灣的法院一向是 判南不判律 你看嘛 台南那個議長會選案 可以找出這麼奇怪的理由 通通無罪 對 那你這個陳寧官 他的背後勢力 就是年代電視的老闆 練台生 練台生是可以隨時跟蔡英文 吃晚飯的人 而且聽說練台生也可以決定 NCC主委的人 那在這麼一個狀況底下 法官會判這個陳寧官 或者跟他的年代電視台之間有罪嗎 當然不會 他再怎麼違法都無所謂 在台灣只要你是綠的 就可以無法無天 就會違背所有的法律 那如果他是藍的 你家裡面的鳥 鳥 捏得無法吃 這個就是目前台灣的一個 一個司法的現狀 對 所以這什麼 我都聽不下去 善意發表言論 這個叫善意 那如果我說練台生 就是民進黨的走狗 狗腿子 那我是不是善意發表言論 你要小心你會被抓 我說如果假設嘛 對不對 那不是嗎 我是善意發表言論 不算一模一樣對不對 你也屬於尖酸負面 而且雖然我用詞尖酸負面 讓練台生感到不悅 但仍然是善意發表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 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